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无名角色义正义协 虞东希望王一博演绎事业更上一层楼 主任 郑州推好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娱乐领域创作者 关注 虞东在采访中提到王一博的新电影《无声》 会是和他之前不一样的角色 义正义邪 梁朝伟先生也很喜欢王一博 非常的赞叹他 虞东希望王一博演绎事业更上一层楼 虞东 无名特别说一下王一博 这次可能会成为他演绎生涯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角色 希望王一博凭借无名 让他演绎事业更上一层楼 小编特意看了一下预告 王一博表现得属实不错 之前虞东夸得没错 就这个很近的镜头下 他展现出来的都很稳 成尔导演也很会拍 博纳中国胜利三部曲 最后一部无名的画风和前两部太不一样了 王一博扮演的叶密在短短的预告中 已经可以看出点性格 力气不大 所以台人非常吃力 吃不了苦 所以放弃把人扔到海里 衣冠楚楚爱干净 裤腿不能粘泥 所以这个看起来养尊处优的叶密在谍战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网友热议 好另类的谍战大戏 真的第一次见 给我整好奇了 关于王一博无名演技的热搜话题 小编想说的一句 任何脱离剧情跟人设的无效演技分析都是在耍流氓 演员永远为完整的作品与艺术服务 30s的预告 能看出双方势均力敌的方言演绎 能看出王一博完全脱离舞台的角色形象 其余留白的好奇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选这段作预告的确有导演的道理 太精彩了 细细回想每一句每一针都有深意我的理解 弄死他做啥 国伤之仇必报他不尊重我 日军侵华的罪行咋办 扔海里 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 好重好远任重但致远 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心 这支预告其实早就在影院投放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水门桥的片头就有 博纳的中国胜利三部曲 中国医生和长津湖已经先后和观众见面 就剩这部无名应该也不会远了 预告片电影感很好 散发出黑色幽默气质 王一博演技不错 但梁朝伟并没有出现在预告片里 对于认真铲出的年轻演员 少点捧杀祸实彩 谍战电影精品少出 无名的风格与腔调叫以往的家片完全不一样 期待这部作品可以跑出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